文波电流中包含各种各样的频率成分 目前很难正确读取 那么本次就分三步来介绍更精准的计算文波电流的方法 首先用试波器显示铝电解电容器中的文波电流的波形 重点是要使用记录长度超过100K的试波器 此外请根据回录的频带 区分使用AC探头和DC探头 安装电流探头时 请使用粗电缆拉长电容器的引线 然后将测得的文波电流按频率进行分离 请使用试波器的FFT运算功能 将实域显示转换为频域显示 重点是用Linear RMS显示 显示的图表以CSV等格式向外部输出 请使用电子表格软件打开 将X轴设定为频率 Y轴设定为文波电流 用图表功能制作散布图 请从图表中按频率读取峰值时的文波电流值 读取的数值记录在电子表格中 方便下一步使用 最后合成文波电流 需要频率校正系数才能求出作为基准频率的文波电流 请根据步骤二中所读取的文波电流频率 确认您所使用的电容器的频率校正系数 输入全部的所需数值后 合成文波电流 先计算平方根中的数字 最后对所有数值合计 进行根号换算后即完成 接下来让我们来确认计算公式的整合性吧 电容器的自温度上升 可以按如下公式求出 请使用步骤三中所计算出的 实际使用时的文波电流进行计算 接下来请将热电藕放入原件中心部位 并确认实测到的自温度上升 这与前面计算出的理论值近似 如上所示 只要用好FFT功能 就可以轻松地正确计算出文波电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